大家好,我是Gabriel,Dallas,Texas的房地產經紀 美國買樓找Gabriel,今天帶大家來到Winsong Ranch 在Prosper,Texas的一個Master Plan Community的屋苑 我們看到現在身處的地方就是後面 有兩個遊泳池 在這邊後面也有一個運動的地方 我今天就帶大家去看看裡面的Clubhouse 在這邊也有Tennis Court 有打網球的地方 所以這個Community屋苑 就是完全適合一家大小的小朋友 還有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這裡有首創第一個有白色沙的沙灘 我們所謂的Lagoon是有五個地址 是有五畝地的 所以我們稍後會帶大家去看看 我們進來這個Welcome Center裡面看看 好了,我們進來這裡 你會看到其實它拿了很多個獎 這個屋苑的屋苑 你會看到它拿了很多很多個獎 之後再過來這邊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這個屋苑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所謂的建築箱 而今天我會帶大家去看所謂的 其中一國 就是這個American Legend Homes 這個圖片 這個圖片可以給大家認識清楚 整個Windsong Ranch的規劃 現在一定要說 因為它最出名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Lagoon 等一下帶大家去看 這個人造的沙灘 是五畝的 是人造的沙灘 然後我們看到 其實它將來的學校 校區很重要 所以它將來的高中 亦有一個中學 將來的高中 亦有一個中學 然後它現在 就有兩個小學 那它在哪裡呢 這個是Windsong Ranch 自己的小學 在這裡 然後這裡也有所謂的Byron Byron的小學 所以現在我們身處 就是在這個 Klemer City Community Center 接下來其實也有兩個 所謂的 一個的Amenity Center 在這裡 另一個東西很出名 就是它的 Outdoor Activity 就是戶外活動 所以其實它的 Biking Trail 和一些所謂的 Hiking Trail 其實這裡 它是說有三十個Miles 那麼多 所以三十個Miles 那麼長 它也有所謂的Disk Golf 有Dock Park 然後它也有四個 四個Fishing Pond 即是可以釣魚 也可以 所以 還有它這個Lagoon 它也有些 水上的活動 即是餐廳 Cayaking 那些都可以做 所以你看到 這裡全部都是不同的 大小 所以你看到 不同的Lock 大小 有些五十尺 寬 六十一尺寬 七十六尺 我只好看一個 就是六十一尺寬 的地 那間屋 所以有 大的 大積 細積 任君選擇 看你自己個人怎樣喜歡 那我們現在去看看 這間屋 今天我們來看這間屋 就是有三千四百尺 四間房 三個半廁所 有這個書房 有這個影音房 而它的起拍價 就是七十七萬 而這間Model Home 如果你要做完它 就九十萬 我們進來看看 看一看 好了我們現在來到大廳 開放式廚房 還有我們所謂的 dining room 餐廳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這個整個 那個感覺 我們所謂的 flow 給你 是很舒服 我們來到這一邊 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二十尺 比較高的 樓底 所以你的空間 也是比較大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們所謂的 island 之後過來這邊 你看到它 其實它就有 白色的cabinet 也是一個 灰色的countertop 所以給你做一個 所謂的 一個比較現代 小小的感覺 但也不要說太悶 是吧 一路走進來的時候 你看到就是 木地板 十木地板 所以給你的感覺 也比較溫暖 剛才剛進來的時候 你看到 這個地下 有兩間房 進來的時候 門下的房 然後也有一個書房 然後就是 那個主人房 我們稍後會看 就是後面那個 而我們來到這個大廳 那裡的時候 有幾件事 我覺得大家要留意一下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來到大廳的時候 好像這個位 它很多時候 這一邊 很多時候 有些 所謂的builder 建築箱 它全部都是做了牆 所以你看到它 開了一個窗 開了兩個窗 所以你就有很多 光線可以走進來 還有這個位置 有時候 就 視乎你個人的喜歡 然後很多時候 有些我的客戶 就覺得這個廳 就可能比較 焗燥一點點 但是也有一些 又覺得它這個 是我們所謂的 比較cozy 因為它覺得 好像 比較 不是窄一點點 就是比較 大家可以分隔開的時候 你用那個空間 就可以舒服一點點 所以這個 就 看你個人自己的喜歡 可以了 還有在這一邊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起樓的時候 你需要 你可以做一些 所謂的builder speaker 可以跟建築商 去做一些 building speaker 還有這個 也是我們所謂的 gas fireplace 但這種 gas fireplace 你只需要 按一個按鈕 其實它就會穿 其實不需要燒木 所以你就會省了很多 清潔 那些麻煩的東西 然後我們再過來這一邊 你可以看到 剛才廚房那裡 所以其實它還有 這個 building cabinet 還有這些 所謂的 stainless fireplace 有微波爐 有這個 oven 所以微波爐 Ofen 還有disk washer 還有爐組 全部都是會 包括在 這個合約裡面 但是 只是這個 冰箱 就是這個雪櫃 就不會包括在裡面 還有這個 我挺喜歡 這個 我們所謂的 Fan Hood 抽油演技 因為它這一種 你可以拆出來之後 你可以去洗 去清潔 不是用那些網 那種 因為如果你是用那些網 那種 你也知道 有時候洗你很難洗的 所以這些有油 有什麼的話 你到時拆出來 你到時可以在那裡洗 就很方便 還有譬如 你到時你喜歡 你蓋的時候 你喜歡可以做一個 再大一點 36吋的 然後也可以 這樣就視乎你自己 其實這個也是Fight Burner 但是 當然 如果你喜歡煮東西 你需要大一點的空間 其實你都可以 因為有時候 這些 坦白說 好像這個 你放一個Pot 其實你已經沒有位了 好像你炒東西的時候 你放一個 鍋 其實你都 所以有時候 這些你就要留意 做一個大一點 upgrade 我有時候經常說 有時候這些 upgrade 這些錢就不可以 因為這些到時你不能改 很難改 OK 那我們再過來 去個主人房 看看 我們來到主人房 有一件事 我想跟大家說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 有些主人房 這邊其實是沒有窗 所以它有個窗 其實有好處 當然有光線夠 但你去買樓的時候 你要留意 因為旁邊 你要看看旁邊 究竟是不是窗對窗 如果旁邊 也是窗對窗的話 其實你就損失了 那個Privacy 所以有時候 甚至有窗的話 如果你對著旁邊 是一間 都會有窗 其實你很難開窗 可以用的 我們再過來這邊 就是去個主人房 廁所 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 有件事 我覺得它做得不錯 它就將這個 做了我們所謂的 一個walk-in 都好像walk-in pantry 一個walk-in storage 這樣 所以如果你喜歡 你可以在上面 再加 如果你給我的話 我會在上面 再加多幾行 然後你可以再放多些東西 那你就可以用盡 那些空間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們是很需要 一個儲物的空間 因為當時 你到時 有多些小朋友 多些人 多些東西 永遠在美國住的時候 就只會越來越多東西 而已 那你出來就看到 那我們也有兩個的 Vanity 然後這裡有一個 我們所謂的 Stand-up shower 有這個Tub 那這個Tub 就不是一個Jacuzzi 就是你可以按摩 那 如果可以換一個按摩 我覺得我個人 就比較喜歡 那你再過來這邊 我經常強調的 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closet 因為這個closet 就是以後 以後你要賣樓 很多時候 客人會問我 你將來賣樓 有什麼要留意呢 closet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空間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的 男主人女主人 有很多東西的 所以有時候你就要留意 究竟 夠不夠多的儲物空間 給你去用 所以這件事 你就要留意 那我們上去二樓 看看 看看 好了 我們現在就上來二樓了 那你見到 這個二樓 剛剛就是差不多 180度的螺旋形的樓梯 那之後再過來這邊 我們就見到 第二樓的第二個廳 有好和不好的地方 那我先說好的地方 因為你見到 它開了一二三三個 space 所以你令到你的空間感 比較大 但是不好的地方 就是 譬如有些小朋友 有些家長 就怕小朋友 會掉下去 會掉下去 有一個安全性的考慮 但是你可以見到 如果它不開這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你見到 它放了一張 Pool Table 其實你可以做一個 所謂的Game Room 但是它的空間 其實不是理想之中 那麼大 但是它的好處呢 所以做了一個media room 如果你不做一個影音房 如果你不做一個影音房 就是你見到 其實有些 有些speaker 所有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說 你不做一個media room 因為你擔心 剛才那裡有三個空間 小朋友玩的時候 會不會掉下去 那些東西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 成為一個Game Room 所以有時候 有些客人 就問 其實需要不需要一個media room 但是你有多一個media room 有多間房間的時候 你就有很多不同的用途 那我們再過去看 其餘的兩間房間 好 我們最後來到後院 其實後院 我經常都說 很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有這個 所謂的cover patio 有個頂 因為我們有時候 夏天的時候 是很熱很熱 那些光線射進來 很辛苦 所以你有個頂 你可以到時 放幾張椅子 放幾張桌 可以在夏天的時候 可以出來休息 可以去燒東西吃 這樣就比較好 還有呢 因為他現在做了這個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說一說 其實這些就是我們所謂的 pavers 所以如果你做了一個paver的時候 當然 你就沒有做草地 你就不需要擔心 譬如有些蚊 有那些所謂的 烏蠅 那些東西 還有做到這裡 他現在做了這個 我會建議 做一個所謂的pergola 你有一個pergola 所以你看到 這裡 他這邊 有草地 那邊 也有草地 其實這個lock 就是一個 我們所謂的 61呎 闊的地 所以你看到 這個後院 其實是 如果你有 像他這樣的 創意的想法 那你就可以 做一個 我們所謂的 fire pit 然後這裡 你看看 這個位置 哇 所以如果你喜歡 好像有些客人 把這裡全部鋪好 其實做一個 我們所謂的 石屎地 如果你喜歡做石屎地 你就可以 踢球 打籃球 都沒有問題 OK 如果你們 對這一層樓 有任何的興趣 對這間樓 有任何的興趣 需要任何的資訊 記得找我 我是Gabriel 我們下次再見 記得 like subscribe 有些什麼 留言給我 我的聯絡資料 就在這裡 下次見 拜拜